加拿大西部卑斯省生火持續 目前已導致超過3萬5千人需要撤離 另外有3萬6千人已收到警告 隨時準備疏散 該省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禁止非必要的旅遊 以便疏散人員及消防員行出空間 並且敦促無人機操作員 及其他拍攝火災場景的人 遠離救援人員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在社交平台發文指 應卑斯省政府的要求 聯邦政府將會提供加拿大軍隊的支持 協助疏散、組織及其他後勤任務 亦有當地政府官員 敦促居住在疏散令區內的居民 立即離開才能夠保命 同時避免消防員 因為試圖緩救他們而要面臨生命危險